陈思宇 冒算 陈思宇 冒算 拉着民众党议员参选人 陈思宇一同喊冒算 选举倒数计时 黄珊珊带小鸡们最后冲刺 这场选举非常激烈 这里有二十几个人选 二十五个人选 你这个为了 只选几个十二个 毕竟是令北投竞争激烈 又被认为是民进党大本营 不用力拉票可不行 而黄珊珊自己的选情也得要顾 民进党立委高嘉瑜 近期就暗酸蒋万安 可以靠着北市基本盘 蓝大鱼绿 躺着选市长 无党籍的黄珊珊 似乎有了被边缘的危机 就是大家又还想要再回去 蓝绿对决的不是吗 我们这次的选举不就是 要用能力超越蓝绿吗 高嘉瑜应该先检讨陈思宇 为何有满满的仇恨值 这种北腰筛准 和向K1 根本是质朴其短 不过美丽岛电子报 董事长吴子佳 对黄珊珊的选情 有不同见解 她的年轻票的百分比很高 所以她虽然民调看起来 跟这个陈思宇有比高一点点 但是她在投票率方面 她会吃很大的亏 我觉得黄珊珊的票 会跟陈思宇的票差不多 每个人的意见我们都尊重 我们都会列入参考 黄珊珊积极抢身量 避免被边缘化 不让北市撒咖都选战 成为蓝绿对决的战场 环宇新闻 吴怀恩 李廷强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